民众党今天晚上是在台中的大理举办造势晚会 那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以及呢这个党内的干部都有出席 不过呢在晚间这个国安局在现场安检的时候 一次就发现了这32岁的一名男子呢 是持空气枪想要进入到会场 不过呢马上就被查获移请到了乌峰分局来做侦办 那柯文哲办公室也提到了他们也有发现这件事情 那在晚会现场的门禁安检呢 也随着这个选举靠近呢有加强 那现场查获的这名32岁持枪男子呢 他除了是带了空气枪呢 也有弹夹以及呢辣椒喷雾等等的 那维安人员呢立即呢就将他送到乌峰分局 不过呢警方表示因为他没有当场亮出枪区 所以呢是依照这个设違法将他裁罚 不过呢相关的持枪带到这个造势晚会现场的动机呢 他们都还要在侦办厘清哦 那柯文哲的这个竞选办公室也呼吁民众 这选战倒数计时 那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应该要尊重民主法治 那维安的检查都已经全面升级 提醒大家切勿以神示范 1月13号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美中台关系带给您最深入而行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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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